大家好,我们是水水水门,今天想看不好影片吗? 今天要介绍的是,淡江大学重点研究计划淡水河海,一一起来的子计划,淡水粮食制,起源于为了保存大淡水地区,既有之文化,历史,产业,社会,教育相关之美好的,由淡江大传喜拍摄了八部以大淡水地区,李明为主题的社区记录短片及人物专访,在今天的节目里,想我们借由其中两则老师的故事热血数学王子黄怀恩,人生不下课, 公民老师郑伟如,来分享故事,带给我们的体悟。 淡江中学的数学老师黄怀恩,他说自己是个爱开玩笑的人,不喜欢过于严肃的气氛,也不想成为一位独裁的老师,他的学生形容他像是哥哥,朋友一般的存在,轻松,幽默,负责任是怀恩老师的关键字,而这位数学老师比起学生去中考试的成绩, 他更在意的是学校圣诞布置,因为这是与学生共创的回忆,是有纪念价值的事。 怀恩老师说,学生给我的课题是,让我重新去定义爱,我也学习怎么样,真正的爱一个学生。 这是他的教学之道,用爱去同理包容每一位不同的学生,例如班上一位因患有瘦瑞士症不停眨眼,被嘲笑的学生,老师告诉他,你想眨就眨,不用管别人,眨不够我陪你一起眨。 一句简短的话,就能带给学生被认同被接纳的爱,不论是家庭缺失,又或者是经历叛逆期的孩子,怀恩老师都能用他独特的方式,将自己的温暖与关怀送到学生手里。 学生都说学生不会只有一个样子了,为什么教育环境还会希望老师只有一种样子?染了一头银发的维尼,是丹水商工的公民老师,也是普一饼的导师,颠覆我们对老师的看法。 维尼的教学方式也非常活跃,例如男女都受的型男研究社,成立的目的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型,设课时还会帮同学化妆,进行一番大改造。 学期末则有尾牙参会,还会准备付带给同学抽奖,这都是因为维尼主张让学生在生活中学到能够带走的能力,知识。 他希望学生能把学校当成像家一样的温馨环境,因为他从小也是爸爸陪伴他念书,教他数学,但小时候不懂事,直到大三才醒悟,原来爸爸早就看见了自己的能力特制。 维尼说,有些孩子讲不听,但同样的话,他每年都很乐意讲,因为只要有一个孩子,因为他的话而有所改变,那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老师和学生是完全没有任何血缘的人,但却是除了家人、朋友外,最关心你的外人。 影片中提及的这两位老师,运用因才失教的方式,使学生在学习上可以获得最大效益,也透过许多活动,让学生感受到温馨和温暖。 当学生的家庭或心境上遇到特殊状况,老师们也会私下去了解,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替学生圆梦,并且给予支持与鼓励,透过写小卡及眨眼拍照,让其他学生们借此学习,对他人给予关心及尊重。 两位良师的作为,也让学生们能够把学校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和避风港,并且感受到爱。 感谢观看